另外桃園市中心這一棟六樓的違建 早在六年前就被列管 但是市府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依法拆除呢 有民眾向媒體爆料 說這一棟建築物的所有人是市議員 于信縣的爸爸 他懷疑對方是不是動用民意代表的特權 我們記者今天也實際打電話給議員 他怎麼回答我們來聽 黃色大樓格外醒目 頂樓還用鐵皮烏扎蓋 這棟位在桃園市中心的六樓建物 被吳先生一眼看中 想要投資結果一查 竟是違建 六年前早被列管 如今市府卻沒有依法執行 吳先生質疑民意代表耍特權 而這棟六樓建物 從三樓到六樓全市違建 每一層還隔出三間套房出租 總共十二間 除了消防逃生問題 房子結構承載量 一旦遇到地震 後果不堪設想 實際致電給議員 他卻這樣說 面對吳先生指控 監管處強調一視同仁 于議員也說支持依序排拆 三方說辭各有一套 但違建何時拆仍沒有答案 就怕又成為住宅安全的 不定時炸彈 我是新聞吳璇告訴陳尹偉 桃園報導